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江医院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70岁的张永祥张大哥 张大哥呢住在白城市 侯娘一进大哥家呢就看见他家呀 有一个专门放麻将机的屋子 里面装的可好了 大哥睡觉的卧室都没装空调 可是这个屋子里啊既安了空调又装了换气扇 桌子椅子呢也整整齐齐的 侯娘就问了说大哥你喜欢打麻将啊 没想到啊大哥说他根本不爱打麻将 这么多年了连摸都没摸过一把 之所以安这个麻将机呢 是因为身边的老朋友老哥们啊 大多喜欢玩两把 所以呢他就寻思着弄这么个屋 大家伙这不没事就能聚到自己家来了吗 大哥说一有人来玩啊 他就可高兴了 又是沏茶水又是给做午饭的 但是每天大家一散伙的时候啊 这屋子里就又剩下他自己了 空荡荡的 那滋味啊可不好受了 大哥大哥 大哥 没有人 哎大哥 哎 你在哪呢 我在这我给家呢 啊那我敲你家门没有人呢 我走错了 是是那我 我这件事事整大了 我冲一下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哎哎你好大哥红娘甜甜 哎你好大哥红娘甜甜 张永祥七十岁 丧偶退休金五千元 有双保住房面积85平米 居住地白城市 大哥是不是有点紧张 嗯 哈哈哈哈 你看我就行 咱俩老师你看他干啥呀 是是是是是 紧张了 紧张了 都没有这个阵子 大哥我看你这个确实是有点紧张 嗯 你大张啊 我尝尝我耳朵有点背点 要不然我刚才敲半天门 你没听着 没听着 我那屋这电视层上来大了 嗯 是听不着 后来我穿着屋穿衣服 我听着他强吻了 是这个是不是到岁数了 耳朵稍背点 还是耳朵有啥毛病 就是啥 我这个耳朵有中耳炎 原来年轻点儿就有 但是这老了以后 他就他就不行了 就差进 这边就行了 那我这个 这样的话可以是不是 嗯 对 张大哥因为年轻的时候 得过中耳炎 所以啊 年纪大了以后 耳朵就稍微有点背 不过这并不影响 张大哥的日常生活 他每天交捧节友 这日子呀 总是热热闹闹的 大哥我看你家 这麻将鸡 这咋个事啊 没样子打麻将啊 一天干啥呀 我愿意打麻将 但我现在也不打 我再跟你说 说实话 你不打麻将多少时间了 从小退休就不打了 退休十年了 那你十年不打麻将了 你各家和麻将鸡干啥呀 就是没意思 像同学来的 或者是朋友来的 都是偷点杠料 跟他混吃点饭 那就图一个热闹 就是这种事 你看我这个 我那有那个 他们有抽烟的 四十打麻将抽烟 我有拍眼机 完了冷了 有空调 每次一接到朋友们 要来家里的电话 张大哥都觉得很开心 他会提前烧好水 沏好茶 早早地开始等待 甚至他还会给大家做饭吃 因为朋友们平时也会留在家里吃饭 所以就会特别消耗调料和食材 为了省钱 张大哥还在家里 晾了整整五斤的干辣椒 这是五斤辣椒啊 你咋行着在家晾点干辣椒呢 做菜用 这个五斤才多少钱呢 五斤是两块钱一斤 十块钱 辣椒粉一两 十块钱 啊 自己晾省钱 对 省钱 你说得多点了 一个人越是渴望热闹 他的内心就越是孤单了 张大哥的老伴在2015年的时候 因为尿毒症去世了 俗话说 少是夫妻老来伴啊 老伴去世以后 张大哥就特别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 那种安静 那种孤独 总会让他觉得生活没有意思 这两个人就是总得有一个先走的 谁先走谁降服 谁后走谁招罪 老伴走后 因为朋友们时常会来家里玩 所以他这日子呀过得也算热闹 朋友们不来的时候呢 张大哥就下楼和邻居们唠唠嗠 或者自己锻炼锻炼身体 五点半到六点半一小时 七正十六六 一跑跑个十点二十里 那身体肯定不错呀 我身体素质是没下出的 我跟你说小孩 我不是这俩小伙说 现在我都敢跟你说 咱就趴在地下 俩手都能做服务程 你俩谁不一定做服务 都说老当义壮 张大哥还真具有了这个不服老的劲头 他主动提出啊 要跟我们的摄像小哥比试比试 就这样行不行 这样啊 没茬醋啊 那就看谁先趴下吧好不好 我找不动了 我找不动了 大哥还坚持呢 你看 你多少个 他不知道 你啥呀 不是那你 他可能挺了 他能做他不做了 你做了多少 八十 八十 八点八点 六花 这地图这八点 虽然摄像小哥有放水的嫌疑 但是咱们也不得不承认 张大哥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张大哥告诉红娘 锻炼之余他也会养养花啊 种种草啊 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些色彩 大哥我看你这花养的挺好 我这啥小橘子呀 这就是看橘 这不能吃啊 不能吃 反正也是 需要一般 是没啥事 我想我愿养花呢 这个养花这个东西吧 我跟你说 与我学的专业有关系 你学啥专业啊 我中专年学的能学专业 张大哥是吉林农业大学毕业的 1975年进入了白城师范学院上班 教了几年课以后就调到了后勤 这一干呢就是几十年 你是在哪儿退休的 师范学院 白城师范学院 嗯 干啥工作呀原来 后勤 退休的时候是啥职务啊 科级 政科 政科 政科级退休的 对 政科级退休 退休金大概能有多少 现在就5000块钱 张大哥现在的退休金有5000多 经济条件不错 可是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真的不好过呀 于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 他决定打破现在的状态 找个老伴好好过过晚年的生活 大哥那你在找想找个啥样的 最好是对方也得有双保的 这张大哥再找爸的要求还真就不高 就是希望对方有双保 这晚年生活呀也算是有个保障 于是我们给张大哥介绍了一位 同样在学校退休的高凤华高大姐 不知道两个人会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你好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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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进去 穿睡衣呢 高凤华64岁 离异 退休金40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90平米 居住地白城市 换完了 这个衣服好看亮的 好看吗 太现现了 穿新鲜的挺好看的 挺抬气色的 都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啊 高大姐平时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 所以在穿着打扮方面也特别的讲究 买起衣服来更是喜欢就买 不问价格 还是这一个人的东西 反正这也是 也都装满满的 这衣服真多 多吗 真多 这都是大裙子 这是旗袍 大姐你买这些衣服贵不贵啊 得说有的挺贵 有的不算太贵 就这个是比较的 那钱买钱是4000多 这刁皮的多少钱呢 都10年以上了 那买钱贵 买的时候 那是2万左右 10年前就花2万多买 嗯 花2万3那个 那那个时候你的工资能开多少啊 那也记不清了 高大姐只有一个儿子 早已成家立业 不再需要高大姐的帮忙了 退休以后在家实在无聊 于是高大姐就开始上老年大学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和生活 我上老年大学 才上三节课 这是葫芦师 锻炼肺乎亮嘛 这个挺好的 我先学学这一步 那我比较小啊 哎呀妈可嫌丑了 嫌丑了 就上三节课 高大姐之所以会选择学习葫芦师 一是觉得葫芦师简单好学 二是因为吹葫芦师的时候 可以锻炼肺活量 也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好 身体好了 生活才能更好 大姐这个照片是你吗 哎呀我这照片可老老年了 老多年你说这扎得多土啊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啊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那你看上去香皮三十多岁多是吧 五十但是你感觉跟现在没咋变样 那你为啥白以前的照片啊 我天心 也是一种怀旧 年轻时候好呗 现在岁大了呗 高大姐非常怀念过去的自己 因为那时候她年轻勇敢 脸上没有岁月的风霜 心里也没有时间留下的疮伤 高大姐的第一任丈夫 因为车祸去世了 丈夫走后 她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七年 后来经别人介绍 她终于放下了心结 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我俩过的时间长 我96年 第二次婚姻开始 往来14年 我们俩离了 你们俩为啥离婚了 她有外遇了 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生活18年 高大姐从来没想过 两个人会闹得如此不堪 2014年离婚以后 高大姐就再没有动过再找的念头 可是最近孩子们却经常劝她 说啊 虽数大了 身边要是能有个人 孩子们也能放心 于是高大姐被说动了 主动报名了我们的节目 这高大姐在感情里也算是受尽了委屈 咱们张大哥呢 老实本分 一定不会辜负感情 两个人都是学校退休的 又都生活在白城市 于是红娘就想给两个人介绍一下 可就在见面之前 张大哥却说呀 头伙见大姐不能空手 非要买点东西 我这给你买点东西啊 在这买点东西 我意思说人家来成不成就要是这回事吧 这个情况 行还挺好看的痛痛痛的 你儿子在这个小区是不是 对对在这北头 也行成子好寓意好心想是成 42块7一种 42块7 辛苦了 唐风冒雪没关系 你看这个相机成功比啥就强了 就比啥就强了 大家还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那啥 你先给大哥买点水果接过去大姐 非得要给你买点水果 我说大姐家啥都有就别买了 是 还要买呢 我说得了 那破费了大哥 大哥大姐 你们两个相互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高凤华 你呢 你呢 放个手 您好 您好 对大姐第一印象咋样 个头也行 瘦胖也是 她那个身体素质看那儿挺好 大姐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人看得挺憨厚 这俩人刚一见面呢 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接着啊 张大哥作为男士 主动开口 介绍起了自己的工作 我是白城学院的 我一年退学院 科级退的 是不是啊 对 我是行政学院 在哪儿 白城市行政学院退的 大姐兴趣爱好现在很广泛 大姐这个还上老年大学呢 当然要的 学啥呀 我学葫芦师 什么 葫芦师 她这个我俩信息不一样 你总不能说 她喜欢啥你就得喜欢啥 你喜欢啥她就得喜欢啥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但是她喜欢那儿吧 这都可以 这我也不烦那儿 听到高大姐在上老年大学 张大哥显然有些犹豫 她担心 两个人会因为兴趣爱好不同 而走不到一起 不过听到红娘的话以后 她又很快打消了这个顾虑 继续和高大姐聊起了年龄的问题 你六四几啊 我六十五岁 五七年生人 六十五 五七年生人 六七的 六七的 那你俗啥的俗一 大哥你没听啥大姐说话呀 你耳朵是不是有点背呀 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 是不是啊 稍微有点 年轻点 就对过中耳眼 大哥这个耳朵稍稍有点背 你耳朵还有点背 那这点你觉得影响大不大 这个她背的不是太严重 是不是啊 她不是中耳眼吗 这个中耳眼的后一阵 反正是第一个演员 不过得不关的话 咱就不关心别人 发现张大哥有些耳背 可是高大姐却突然说呀 演员没过关 所以呀并不关心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高大姐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嗯 因为这后半生不虽然还有几十年 但是 这晚上好像缘分 这东西好 因为我这演员也挺主要 做个朋友吧 大哥 做个朋友 你这人挺好的 但做个朋友吧 夫妻不能做成 我这说直的 说来说去呀 两个人还是在演员上没有过关 高大姐说 他就想找一个身板厚实一点的男人 这样呢才有安全感 张大哥呢也觉得自己和高大姐 在很多观点上不大一样 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呢 两个人只能说再见了 那告别了高大姐以后啊 我们的红娘又给张大哥介绍了一位 同样家住白城市的韩亚男 韩大姐 大姐 来了 你好大姐 红娘甜甜 韩亚男63岁 丧偶 退休金12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60平米 居住地 白城市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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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啥呀 紧张 还没拍我来 播出去 多不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不好意思 你之前相没想过心 没想过 有 原先有人给接受 没寻思找 那现在的想起来找了呢 不行个个 越来孤单 孩子不跟钱 我那心心 有相当就找一个 韩大姐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在陶南已经结婚生子了 小女儿在杭州还未成家 韩大姐说 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就是生了两个女儿 弥补了她生活里缺失的所有浪漫 这是韩大姐人生中第一次穿婚纱 看着这张照片 韩大姐陷入了回忆 年轻人 她那会儿哪有过什么浪漫的婚礼和婚纱呀 她在农村成家 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所以每天只能拼运地干活挣钱 种菜种好有十年呢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挺能干是不是 不干啥整 养着家人家的 你老公是干啥的当时 她那 她也就是农养农村的 也跟着我挣菜了 后来她就上外边打工去 往我哥哥挣 哥哥挣菜 天天开菜 为一天造的没样 天天起早载 起早载 12点钟拿手电载 没载 都不信心嘛 卖好卖 到市场快 开点快卖点快 12点载 载到6点 装车 往这卖去 十点多回来做饭吃饭 韩大姐是个特别能干的人 无论生活再怎么辛苦 她也从来不抱怨 她一直觉得自己的日子比上不足 但是比下有余 她很知足 可是让韩大姐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2013年 老伴却生病了 脑出血 我从不到两年 一年半多 拉了就得那啥 也知道 她就告诉你 你就得准备碎料袋来 戴手套来 就准备 她自然变不了 就是够 手整 开始也整不了 她那边在啥 我就吐 我就上了 我一瞬间吐去了 完一行 后来灌了 就不吐了 就能收拾了 韩大姐的老伴病倒后 家里又赶上了拆迁 所以韩大姐就不再种菜了 每天专心照顾老伴 但不幸的是 2015年 韩大姐的老伴还是走了 老伴走后 考虑到还没有结婚的小女儿 韩大姐的生活一直很节省 就是不敢买的都不买的 吃的方面都是 肉啥都不吃 很少吃 大姐那你这个 现在 退休金开多少 我才1200 那是因为退休金开的少 所以就生活上 很注意节俭 也有关 那你哪都用钱 是不是 这一个人工资 哪都用钱 我还有一个闺女还没结婚呢 所以平时能省就省点 对 反正不算太花钱 还行吧 韩大姐惦记孩子们 可是反过来 孩子们也会常常劝她 让她好好爱自己 好好经营自己的幸福 于是韩大姐 报名了咱们的节目 希望能再找个伴 好好度过晚年 那想找个啥样的呀 哎呀 能找啥样的呢 我觉得那比我孙儿大点呗 是吧 七祖孙儿呗 身体好一点的 工资那一般开 咋得够花呀 那你觉得得开多少工资 能够你花呀 还得三千多块钱 韩大姐辛苦了一辈子 晚年就想找个踏实的人 好好享享福 咱们张大哥呢 身体好 条件也不错 两个人的年龄相仿 又都生活在白城市 于是红娘 就给两个人介绍到了一起 那么两个人到底 会不会有成为伴侣的缘分呢 请不紧张 深呼吸一口气我看你 还行 还行 那我直接敲门呢 还一会一会 没事 大哥 嘿 敬呼大姐 挺冷的 敬呼大姐 敬呼大姐 你听清大姐叫啥名了吗 没记住 没听清 叫张永祥 你听清大姐叫啥名了吗 就韩什么 韩雅南 韩雅南 这回听清了记住了哈 你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第一印象吧 不是那么颜值 不是那么什么 丑丑 挺老实的哈 你看他说话啥的 还挺实惠还行 对大姐第一印象咋样 对他 一根还挺多 一能阵影挺实惠的一根 大姐你看一进大哥 这我看见这个麻将机 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 不奇怪 不奇怪 不奇怪啊 当然大哥现在基本上自己不上厂丸 他把别的一个婆娃傻 移到家里边来 多少收点台费 不让你自己不打 这不还能再多一份收录吗 完了这些人在家里边打麻将也热闹 是不大哥 对对对对 要自己啥意思 那有个排烟机 还有个葱条 怕他们在这出烟 不是有烟汗 大哥平时是不出烟 不出烟 大哥出烟的话他就不门 出烟就不小气 我要出烟 我不能不出烟 不出烟还挺好 不出烟 不出烟 现在就是过年过节了 朋友聚一块 让合同一半杯一两酒 是不是这点也挺好的姐 嗯 这两个人刚一见面 对彼此印象都还不错 特别是张大哥不抽烟不喝酒这一点 让韩大姐特别满意 眼看着两个人有戏 红娘又开始给两个人找共同话题 大姐你看人大哥这滑痒的多好 是不是啊 橘子树那是 那是小橘子树吗 那是小橘树啊 这叫看橘 大哥这个耳朵稍稍有一点背 因为他原来的那个中耳颜 对我七脸是能听着 所以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声太小了 他就有点听不见了 这个大姐你啊 你见谅 我耳朵有点背哈 咱这说话都听不了这大的声 那晚上其实不影响正常生活就行呗 你说话他能听着 你们俩能沟通能交流 其实这不是啥大问题 谁到岁数的这个 都会说这个耳朵稍稍有点背呀 眼睛稍稍有点花 这其实都很正常大姐是不是 对 毕竟六七十岁了 对 张大哥有点耳背这个事情 韩大姐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介意的 但是经过红娘劝睡以后啊 她也想明白了 所以啊想要和张大哥再继续了解了解 这花好像搁这个那 小花枝 小花枝查上 你会你查过吗 没整 我 没整过你给大姐 你给大姐整一盒 大姐来回家养一下 你不行 不是不是不是 查不活 查不活呀 查不活 为啥呢 你要是来你春天吧 到春天 到春天的时候 春天前就开花了 这花落了以后 完了把这字条 完了整一个花盆查上 必须得是春天更开那花 对春天 你看这都有说了 最好整就不太好整 那我大姐是想分这个一根根的话 你就得等到春天了 你跟大哥这个时间 你俩得好好接触 接触正好 是不是啊 等到这个她开花的时候 争取人家也能结果 是不是啊 有个好结果 你有没有觉得大哥这个讲起话来 头头是道的 啥头都明白 都能跟你说出点道理来 挺能的什么 明白的 他有文化呀 这聊起养花的事 韩大姐对张大哥的印象就更好了 首先两个人又共同爱好 其次张大哥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让他很佩服 接着韩大姐主动和张大哥说起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这个大哥我得说我糖有点高 血糖啊 嗯 对 哦 血糖和我 现在得打针 打点针就得一年多了 是这样的 其实糖尿病现在不可怕 就血糖高一点 其实这个不可怕 只要是你能好好控制 像大姐主动 这个啥事都没有 控制不好转心就怕啥 就怕病发症 对啊 转心就是病状 对 所以如果能控制好的话 这个其实也不是啥问题 你是不是大哥 是 那你就得控制 嗯 对 嗯 这个病也不可下瞧啊 大哥其实到这个岁数了 谁多多少少吧 都会不可能 人生物 咋点没有不可能 不可能是 人无关人 对 就是 我说句难听话 就是比如说 他跟你的时候啥病都没有呢 可能明年 他就突然得了就是什么不治之症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的 对啊 所以大姐现在这个病吧 他不影响正常生活 然后他也没有说 我这个糖尿病啊 就有了病发症之类的 就是他不是 不算是拖着病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一点 咱没有啥可太苛求的 是不是你觉得 听到韩大姐说血糖高 张大哥这心里呀 有点不得劲儿了 可是经过和红娘的交流以后 张大哥又觉得 人吃五股杂粮 到这个岁数了 身体上有点小毛病 也是情有可原的 再加上他一开始 就对韩大姐的印象还不错 所以就想要和韩大姐好好处处 看还看还顺着过眼儿 但是你要说 再有一些个性格啥样 遮那的 那你就得出 对那你得出 就得出 还要是出相处 咱就相处相处 什么啊 等点儿饭呢 饭我都做完了 大姐啊 给人大哥做饭很好吃 快快快快快快快 那油腹了 那厨房这儿啊 都整啥菜了大哥 鱼 排骨 青椒 炒肉 这个 酒菜和鸡蛋 大姐这辈子 有没有男人给你做过饭呢 没吃过现场饭 哎呀妈呀 今天吃现场饭 人家大哥说 为了今天的相亲 昨天晚上 就把这叉叶啥的都背出来了 挺傻的 我都伸不上手 那天到人家 不知道啥话搁哪儿 没敢伸手 今天我真感动的 不是说成不成 咱再说啊 真感动的 没人给我做一顿饭 块有点块 要不一顿 他就睡了 哎呀 大哥今天 这个大姐在厨房里边啊 看着你啊 给你打打下手啊 这个感觉是不是也挺好 那当然是好啊 当然是好啊 嗯 这个心情又不一样啊 嗯 你俩这个离的还挺近的 然后这个 既然有相处的意思 那你俩好处啊 希望你俩能幸福啊 好 好 祝俩幸福啊 好 你看看多幸福啊 韩娜姐说 自打结婚之后啊 她从来没有吃过现成的饭 年轻那会儿 她每次饿着肚子 卖完菜回家之后 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不用自己动手 吃上一口热乎饭 可是 却从来没有实现过 今天张大哥亲自下厨 看着大哥忙前忙后的身影 大姐差点掉眼泪 大姐说 她终于找到了那个 可以疼爱她 呵护她的男人了 那在这儿呢 我们也希望 张大哥和韩大姐 可以长长久久的 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幸福永久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原来不晚 咱们明天再见